嗯 娜娜等下你放在手下心底啊 哎呦 昨天你知道吗 你的头发好大结 我都疏通了 不然我的今天 结成一团了 宝开播了 你们的宝子开播了 宝子 宝子开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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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落叶的老 你要搞什么呢 我要拿夹子 你拿吧 或者你就重新据换一个宝子 没事你搞你的 宝子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你听到声音吗 堵住了吗 吓人有什么吓人的呢 这就吓人了 就这点就吓到了 唐宝还没吃饭 唐宝 做个广告呢 这夏天难了 鼻炎就翻了 吹空调去了 今天晚上继续在复古专场 今天晚上继续复古专场 我再换一个地方播看看 昨天人太多了 一大堆人 然后我有点手忙脚乱的 摄影师也手忙脚乱的 所以昨天没弄好 不流畅 昨天节目一般般吧 我觉得也就一般般吧 也没有多好看 拍的就一般般 妈妈的 妈妈的 谢谢休闲 就是妈妈的 知道吗 今天咱们还是换一个地方 然后少一点人 然后聚焦一点 再播一场 好不好 说话越来越做了 你是今天才发现我做吗 好做啊 我也觉得我自己好做 今天太晃了 昨天摄影师都个忙坏了 腰都忙坏了 但是就昨天就是太搞的太太多 那个啥人太多 昨天节目好看 那今天看一下 今天的节目好不好看 好不好 看看今天的节目好不好看先 行不行 也可以唱的平时的歌上人 不 昨天唱的还不上人吗 大风吹 六灯虾小姑娘 浪漫櫻花 浪漫櫻花 很好看 好嘞 我跟你们说啊 二十四号 二十五号 咱们在广州天德广场啊 你们记得 你们记得在广州的宝宝们 这两天去万林广场打卡 跟我的大瓶打卡 然后到时候现场会有礼物送给你们 是这个礼物是 舒服家专门 给我们粉丝宝宝定制的礼物啊 很特别这个礼物啊 嗯 好吗 然后 浪漫櫻花好看 今天不搞草草膿脓脓的 今天沉浸式的唱歌 好吧 咱不管流量今天啊 咱不管流量今天就沉浸式的演唱 沉浸式的唱歌 啊好吧 昨晚节目很精彩 我跟你说像这样的一个类似 我只是说类似音乐剧的这种感觉 其实是真的 没有专业音乐剧的导演来排的话 其实是 是不流畅的 我说实话 今晚继续 今晚继续 今天可以去吗 现在可以去吗 现在不去吧 现在不去吧 我的头发 我一看到我的头发这么垫 我就好心疼呢 我跟你说 我这个视头发如命的人 你知道吗 他们拿刀来了 我视头发如命 但是你要复古场 他必须把头发给卷起来 你全部从头卷到尾吗 就卷前面一点点 我好心疼哪 我的头发 还有有那个纹理呀 有上面全直 我也好心疼 行哪 你们就别提意见了 你们就别提意见了 我真的是 光阴的故事 其实我也有点想哭 我最怕的就是 很多人提意见 什么刚刚有人太专业 有人说你把歌唱完 你唐一你不要老唱 唐一你不要怎么 我真的觉得 这个东西我自己有把握 好不好 我自己能把控 好不好 这个东西呢 就让我来自己承受就行了 好不好 让我自己一个人承受吧 别操心 是不但综艺搞笑的 我跟你说 怎么说 综艺搞笑 你觉得搞笑适合我吗 你觉得搞笑适合我吗 什么导流 没事呀 我觉得咱们徒弟们 旗下主播在那里 在那里开播 你们可以去顶点人气 我这是聊天 瞎聊 我这是瞎聊天 然后呢 昨天包主播可以 多见十几天 你们不要去别的旗下主播那里说 快点连唐一 你们不要去 不要去打乱人家的直播节奏 行不行 咱们不要去打乱别人在直播 你们说连连连连我 你这不是打乱人家直播节奏吗 唱得好好的连我干啥呢 是不是 人家在好好做流量 你在那里指挥指挥的 不要指挥啊 节目效果好 但停留时间 好像也不这么长 说实话 所以呢 咱们还是得看大众的 那个审美 难呢 你这 还要卷吗 对我一说 OK 好 好 总的在吃饭啊 很不容易啊 这些主播真的去到何泽 在太阳下面晒 然后汗流夹背的在那里直播 真的很不容易 每个人都啊 大伯浪 牛仔裤 然后呢 我要跟大家再说一下 说什么呢 现在流量不好 但是我觉得 嗯 郭尔财老师挺好 你看郭尔财老师有流量了 咱们很多的才艺主播都有流量了 都得益于财 郭老师 所以他是真的很了不起 而且 你看郭老师把 把他场地给杨浩用啊 给玛莎用 哎呦 我觉得他真的是 是真的 很愿意分享的一个人 这小鱼啊 是昨天的包猪婆吗 这小鱼啊 是包猪婆来了吗 包猪婆在哪 包猪婆在绑几 看一下 包猪婆在绑 绑我 包猪婆在绑我 给这搞笑的 小鱼啊 点点关注来 没有 我们24 25号了 改到 因为报批需要时间啊 24 25号 在广州户外 对对对 郭尔财老师格局很大 是真的 真的是 很厉害 一个人带动 整个城市的GTP啊 我的天哪 我跟你说 一个人 能火 能持续火 一定是这个人的德行 到了 你知道吗 每一个人做到 十万家 的主播 他一定都是 有德行的人 你来质疑我也没用啊 你质疑我 我也有几年了 我十万家 我已经 你来质疑我 为什么火 我觉得 你质疑这个 对你自己 天天瞎操心 什么事呢 是不是 瞎操心 什么事 我不知道你 不 我们不跟别人比 我其实 其实还是那句话 其实我觉得抖音的主播 就是 特别是这种才艺主播 能够爆火的 其实对整个才艺主播 都是好事 你看 郭尔财老师 火了以后 整个 大部分 一大半的才艺主播 都去那边呢 都有流量了 那抖音扶持我们 这个才艺主播 多好呢 是不是 而且这种流量 它都是相互的 是不是 喜欢清歌的 其实也就是那么一大 一部分人 在广州哪里 广州天河的天德广场 天德广场 穿军大一直播 都不容易呀 真的是 因为今年流量也难做 对才艺主播来说 真的很难做 那有这么一个现象级的爆火 对我们才艺主播来说 都是好事 对不对 有人说全国人民 都像你们这么干 不要那个啥了 但是你们要知道 其实让老百姓开心 老百姓有娱乐 可以看看刷刷抖音 娱乐开心 稳定 稳定情绪 其实比什么都重要 我说一句实话 对吧 跟我说吧 当直播 哎呦没吗 真的一高一低 你看 在这样看有没有 在这里面看就有 表情 有时候人有时需要放松的嘛 是不是 比如说每天工作压力很大 有时候一天下完班以后 刷刷抖音 乐呵乐呵 让自己心开心 是吧 比什么都重要 对不对 嗯 是吧 有时候臣们压抑 有一个出口 可以让他们发现 这情绪 能够有一些东西 娱乐 对吧 跟我搞点饭来吧 你是吗 饭用甜蕾姐 所以看问题 不要那么绝对 是不是 我在直播 能得小声点 行不行的 八王子啊 八王子 能不能行 八王子 到底什么时候 开始直播呀 啊 排练的天天排练 天天排练 啥时候直播啊 月底吧 月底 嗯 期待我们八王子都排练一个月了啊 看看 八王子的新模式啊 像我排差不多了 我问母后到人吃不吃饭 吃饭我也带饭吃 你给我带饭去 快点去 你搞啊 就带饭去 好嘞 给我带饭啊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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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夜暴风 但是你们要知道 每一个暴火的人 他也有偶然现象 但是你想一直持续 他一定不是偶然的 一定不是偶然的 而且像郭尔财老师这样 能做到连续这么多天都一百万 再现 那一定不是偶然的 八王子要搞大动作 对的 我觉得这太多了 这个复古的话 有这么多罪发在这里吗 有 没有啊 等一下 那我会帮你弄 太多了 少了 多了可以弄 打发走了 让他给我去整饭去 多了可以放出去 少了就行 但是说到底 真的还是 抖音这个平台好 是不是 抖音这个平台 嗯 他的这个生态好 主播才会好 但是你们老是说 你们经常说一句话 就说 哎呀 给他灌流 给他导流 我要跟你说 你承接不了 抖音给你灌多少流量 都没用 我说句实话 不要老是说 哎呀 抖音给他推流啊 什么什么 如果你自己承接不住的话 你人来了就走了 还是能承接住 你知道不 想做广州看 我不要门票 就在天德广场 户外 不需要门票啊 但是如果你在广州的话 记得一定要 在什么灵广场啊 万灵广场的 像那个大坪那里 找到我的那个 那个 我找到我的那个 大坪的那个 我的照片 拍个照 发个抖音 到时候现场会给你来一个 很专属的礼物送给大家 广州在天德广场 天河区的天德广场 羊群效益 那我当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是不是 就是因为很多人 刷到躺音 看到躺音 大家传 哎呀 这个谁很火 那大家全部涌到这个直播间来了 对吧 哎呀 是这样的吗 为什么不盘起来呢 我今天放前面 再盘后面 嗯 好的 有些便机啊 资本运作的网红 我说句实话 其实在抖音上 不是有资本就有用的 真的 在资本上真正活起来的很多人 都是没有资本的 每个人老是说啊资本的力量啊 抖音管 那为什么选择他呢 为什么选择我呢 为什么选择他 其他人 没选择其他人呢 对不对 就是承认别人优秀 不难 真的不难 不是在天河上 万灵广场 万灵广场 他的广告都是变化的 你得要看 你得等着 有80点大的味道吗 今天我说衣服没有那个味道 等一下换了衣服就有了 在那个场景下就有了啊 还是盘起来吧 盘起来好看一些 这行动我头发好多啊 对呀 你看怎么这么多 搞得个假发 可以给你买的 这样盘起来就不怕了 直接盘盘盘 你们不要再说什么 不管怎么活 粉丝量不超过我 我跟你说 这个不重要 这个东西 我们希望你们也不要太有这个压力 或者什么 我觉得大家都好 也没事不影响 其实每个人做 每个人自己的 每个人做自己的内容 每个人自己发光发热 是不是 这是不影响的 其实互相之间是不影响 你是农村出来的吗 我是一个小镇上的姑娘 从小镇里面走出来的 今天我们还是在复古的场景 还昨天晚上的场景直播 昨天好多人宝宝说没看到 那今天呢 你们就要 不能缺席了 今天晚上不能缺席 发行师不行 你来 你来 我来帮你说了 我帮你说了 你来 你来 什么八年年代只有麻花变 八年年代有麻花变 有春菇 但是八年年代也有洋气 也有时尚的人 你在干嘛 弹起来 谢谢惠姐 谢谢王峰老师 没有缺席过 今天晚上的七点半 大号不要缺席了 继续给你们复古经典 带你们再次回到八零后 八零年代 其实我跟你说 这种老歌 这种复古的歌 特别适合我唱 因为我就是那个年代的人 你真要年轻 那小八好奇怪 小八也不是那个年代的 怎么唱得这么好呢 不知道 头发弄好怎么 我这个衣服可能脱不出来了 那怎么办 我的衣服脱不了了 你要他们把衬衣给我拿过来吧 叫谁啊 叫哪里 丸子 你这个八零年代的港风 对啊 可以港风 也可以 哎呀 这复古是分很多种的 不要只局限于一种 是不是 丸子就去现场 我的衣服在那个现场是吧 我问一下他 我在那个服装室 其实复古厂的话 我一直都很喜欢的 在这几年 我也做过很多厂复古的专场 大家知道的是吧 做过很多厂复古的专场 哎这个场地呢 这个场地怎么说呢 是我们上 上个月就去谈了 不然的话 我们哪有那么快 拿到这个场地呀 是不是 有过多少往事 仿佛就在座 这嗓子太哑了 没有假音 哎呦 吵到我那个痛的地方了 没事 对不起 好好 不要爬出来了 旗袍专场 算了吧 旗袍没多了 你爱看 我说句实话 你搞个整场旗袍 这么 我都试过 我这几年 我啥都试过 我会说 欢迎新姐 我觉得这个太时尚了 我感觉 她应该不要 那么多头发 你知道吗 就是挤根子 然后把它卷大一点 这样这样 这样这样 挤根子 完了 你帮我搞成这个 我等它 我等下 我都不知道怎么猜 你搞得这么复杂 我怎么猜呀 我等我自己猜呀 这女的很坏 哎呦 我到底哪里坏了 我的天哪 我是 做什么坏事了 我坏吗 我坏吗 哼 不过我很适合演坏人 因为我的气场太强了 我们老板超好的 我说我们老板超好的 你是 你骗人了 眨眨眼睛 我们老板超级好 广州等我好 二十四 二十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